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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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站送望台 左邊的車門將會打開 作曲 李宗盛 因為團馬線 足足開了十年 很期待 所以趕著來搭頭班車 未出生都已經開了 八歲 很開心 很刺激 因為這條線是全香港最長的鐵路線 有27個斬和56公里 想見證這條線通車 而且這條線是因為有個特別系統 就是可以數到每一卡 大概有多少人 讓人可以有多點位置坐 可以分佈得平均一點 在車廂裏面 我從三歲已經喜歡鐵路了 喜歡到現在 最喜歡就是這條團馬線 也是這條團馬線 因為是現在的港鐵最長的地鐵線 我從小到大去做鐵路 我之前幾年前的南廣東線 我未搭頭班車 我想這次搭頭班車 因為我是鐵路迷 我就想過來看看它起承 這條線可能就送到黃台 它起承的時候 就發現了一些古代物物 終於開了 搞了很久 差不多十年了 差不多十年 九年 應該有九年 那交通怎樣都會方便了 之前我經常去九龍城 會擦機 現在去的話 都一次線去到 方便很多 本身是住新界那邊 因為 它那時候還沒有興趣港鐵 一邊大 一邊喜歡港鐵 這次就過來看看 因為小朋友想坐頭班車 他很喜歡團馬線 所以趁這個機會 就特地帶他來感受一下 坐頭班車是怎樣的 你幾歲 三四 我們因為住在繼德那邊 所以都不算太遠 在崇王台站那邊都很近 去紅磡方便了很多 還有去新界西那邊 荃灣元朗那邊 就不需要轉車 那就很快 靠巴士 起碼要轉一兩程車 現在就不用轉車了 可以直接過到去新界西那區 多了人吧 這麼多區的人 即是新界東、新界西那些人 都可以 搭一程地鐵 就可以去到來往新界東西 應該 一些站 多的人 土瓜灣 九龍城那邊 我猜會多些人去 應該 多方便 多方便 在酒店裡 我猜讓你 我猜 我們本來 也有個體驗 我在這裡 從此 都不會 全部 從此 跑 腳